8 3 3 4 叫號燈從沒停過 平日下午的診所依舊急滿病患等著看病 還有民眾是趕在年前領藥備用 除夕當天上午還有部門診 下午跟晚上我們當然就休整 初一 初二 初三 三天我們是停診的 小診所只看診到除夕 變成民眾萬一生病只能往急診跑 而因應一例一休 春節的醫護人力到底能不能消化這一些病患 以台大醫院來看 以往春節期間 輕症病患會比平常多出兩到三倍 急診醫師在處理輕症病患 平均需要10到15分鐘的時間 重症則要多達半個小時 以一名急診醫師需要值班10到12個小時來看 換算下來一天平均要治療72名病患才能休息 我們過去調查也是90%的醫護人員都說 大醫院的急診其實他們都是 人力都是硬塞的 因應急診的需求一定會增加的話 他們是不是要做彈性的調派人 去年的春節期間的確是因為流感疫情的關係 病人量是比較多的 今年的春節的假期其實是較往年是比較短的 那麼除夕是在禮拜五 初一初二分別是在六日 那麼依照往年在初三開始 那麼醫院的門診就會陸續開診了 農林年節碰上假日面對急診人力問題 衛福部保持樂觀態度 不過民眾擔憂假日求診無門 衛福部恐怕得想想配套措施降低以利益修的衝擊 大愛新聞 呂師宣許英豪 台北報導 臨師傑的建議 一位